为了就被绑架的教授老公 我挺着五个月的运渡杀进恐怖游戏 三个月时间 我杀穿了27个副本 脚踩红衣女鬼 拳打暴虐狮亡 我成了统治恐怖NPC的噩梦 那个女人 可我还是没有找到陪彻 直到我进入古堡迷藏副本 见到原本看的恐怖片 都要吓得躲我怀里哭的男人 化身银发红毛的鬼魅公爵 凝笑着捏碎了面前玩家的心脏 找到你了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副本古堡迷藏即将开启 仅还未到达古堡的玩家 在30秒内赶到 否则将被当场击杀 30 29 28 我捧着运渡 压下传送导致的眩运感 随着人群赶往古堡 耳畔诡异的机械音还在继续 吸吸吸 该副本难度5S级 游戏任务 每位玩家在躲避古堡内 随机怪物的情况下 隐藏自己的气息 不要被公爵大人找到 20 19 本场玩家共50人 游戏时长3天 3天内共有21局捉迷藏 每一局1小时 11 10 当然 游戏是很公平的 除了十几种怪物外 古堡内还藏有5张 可以保命的道具卡 先到先得欧 祝大家游戏愉快 2 1 我捧着快8个月的运渡 赶在最后一秒 踏进古堡大门 倒计时结束 古堡大门突然如炸刀般落下 将我身后刚迈进一只脚的男玩家 直接炸成了两截 内脏鲜血溅了满地 更有一些跑得慢 还在古堡外的玩家 被从黑暗中窜出来的 细长瘦高怪物 砍掉了头颅 目前幸存玩家40人 游戏还没开始 就死了10个 看来这个副本难度确实挺大 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把菜刀 用古堡内的天鹅绒窗帘 擦得正亮 作为人群里唯一的孕妇 我的形象格外引人注意 再加上我手上 这把路边五金店 30块一把的普通菜刀 不少人认出了我的身份 它是石之鱼 曾经一个人通关了4S级副本 那个副本到现在还没开放呢 不远处 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大学生 正对着她男朋友科普 从她男友身上的装备来看 他们似乎在同一个游戏工会 飞红 飞红当时邀请过我加入 被我拒绝了 因为他们很喜欢招募一些 单纯好骗的小姑娘进工会 主要为了谢遇和送死 显然 眼前这个小姑娘 就是这样的身份 只是她自己貌似不清楚 她能知道的信息 她身边的男人更是熟悉 不过她当初在某个副本里 被我揍过 现在不敢再招惹我 只能朝她女友敷衍点头 这时 机械音再次想起 大家来玩捉迷藏 你来找呀 我来藏 数到一百钱 玩家们要夺好 一 二 三玩家们四处奔逃 我叹了口气 也捧着肚子开始找藏身之处 越分越来越大 我行动也奔中了不少 但想到自己被绑架的老公 我还是咬紧牙关往楼上走 整个古堡内有一百多间屋子 其中还有不少屋内有怪物 爬楼过程中 我就眼睁睁看着 有玩家开了错误的门后 被门内涌出来的 几百根厨须拖进去 啃势殆尽 而我们的狼狈面孔 尽数落在了一张 巨大的三地球形屏幕上 站在屏幕外观看的 都是副本里的NPC 他们虽然长得奇形怪状 但这些年 因为和人类世界的融合 也染上不少人类习惯 例如 就有个三只眼的章鱼怪 穿着人类卡通睡衣 边吸可乐边嚼爆米花 你们说嚼嚼嚼 这玩意儿 嚼嚼嚼 谁发明的呢 嚼嚼嚼 怪好吃的 嚼嚼嚼 而他身边站了一群 缺胳膊少腿 浑身上下都受了伤的怪物 NPC们 满脸生无可恋地盯着我 其中为首的是 知蓝鬼笑里的 BOSS长蛇女鬼 她反应最为激烈 摊在轮椅上 颤抖的胳膊 用力抬起来指着我的脸 是她 是那个女人 眼见着她疯狂尖叫 三眼怪赶紧喊人 快点 长蛇妹创伤 印记综合症发作了 赶在倒计时的最后几秒 我藏进四楼走廊 镜头书房里的柜子里 旁边的柜子里 躲着女大学生和她男友 难度越高的副本 BOSS的脾气越难琢磨 所以我们也不确定 她会随即出现在哪里 书房里一片寂静 突然 楼下传来绝望的惨叫声 伴随而来的是 令人头皮发麻的咀嚼音 我坐在柜里的软垫上 轻轻捶着腰 受孕激素影响 我情绪波动大 一想到离开这么长时间 还生死不明的老公 我就开始眼眶发酸 这个臭男人 结婚前 说好爱我和我一辈子的 现在孩子都快生了 他这个臭东西还不见踪影 老娘受够了 等救完他就和他离婚 财产全归我 我气得直掉眼泪 又不敢发出声音 时间流逝 惨叫声此起彼伏 我闭着眼睛 默默数着时长 却在猝不及房间 听见隔壁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是公爵 毒 毒 毒 三声僵硬又死板的敲门声响起 随后没等屋内有反应 门自己开了 啊啊啊 隔壁响起一道男生的尖叫 但很快 伴随着什么东西破裂开的声音 尖叫声戛然而止 随后 隔壁响起另一道清冷男生 找到你了 这熟悉的声音如过电般 将我灵魂震碎 为什么我老公会是副本boss 他死了吗 我直接推开柜门 拎着菜刀就杀到了隔壁 妈的 敢动老娘的男人 劳资三刀剁死你 门内的公爵 似乎也从未遇到过 主动上前找死的玩家 他将手从面前 玩家的胸膛里抽出来 站着转过身的同时 捏碎了手心里把玩的心脏 银发红毛的他 宁笑着看向我 找到你了 却在看清我长相的下一秒 浑身一颤 连眼神都开始惊慌失措 我看着他 除了发色和铜色外 和我老公长得一模一样 连锁骨上那颗红色小痣都在 原本鬼魅妖野的俊美公爵 突然开始东张西望 烫知识 人在紧张尴尬的时候 会很忙 我看着他这副 每次做坏事被我抓包后 露出的慌乱小表情 哪里还认不出他 我眯起双眼 捧着肚子 举起菜刀 磨着后槽牙冷冷到 裴大壮 劳子数到三 你赶紧跟劳子回家 听到没的 最后一句 我是吼出来的 吓得裴车一击零 哀怨的桃花眼里满是委屈 以前只要我发火 裴车立马就服软 开始哄我了 可这次 他愣是装作没看见我 同手同脚的直接走出去了 我看着他僵硬的背影 气得喷火 你给我站住 谁是裴车听到这个 迈开大长腿就开跑 一秒不敢多停 给我气笑了 好好好 老娘辛辛苦苦带娃干架 你在这里 cosplay吸血鬼是吧 行 臭裴车 老娘直接开摆 我把菜刀别后腰上 随手打开一扇门 在里面的白裙女鬼 扑过来咬我时 一把揪住了她的嘴 白裙女鬼 我抽出菜刀架在她脖子上 凑上去威胁道 告诉我 你们公爵卧室在哪里 不然我割了你头发 女鬼吓得浑身发抖 颤着声音软软开口 呜呜 我说我说 在八楼楼梯口又拐尽头 门没锁 我们没人敢去那里 女鬼倒是乖巧 我收回菜刀 打量着她 有些打结的头发 叹了口气 你有梳子吗 女鬼面露羞涩地点点头 从脖子上取下一把一乌牛角书 她很宝贝这个梳子 还小声叮嘱 轻一点哦 这是我找人代购的 真找人代购 我怀孕后 看了不少育儿知识 还迷上了织毛线 给白衣女鬼 扎个蝴蝶结鞭发后 给她激动的 送了我她吃剩的半块大腿肉 她伸手指着最中心的部分 语气真诚 肉嫩 刺溜 好吃 我直指肚子 语气同样诚挚 这娃 非常 飘食 白衣小女鬼表示惋惜 我见她一双手上全是伤口 又送了她双手套 这是我刷腹本时 闲着没设置的 给小女鬼高兴地直接哭了 血红眼泪嗷嗷往外涌 把胸前布料染得鲜红 那场面老惨烈了 她还非得亲自送我上八楼 被我拦下了 老妈 改天下来看你熬 小女鬼顶着满脸血泪 笑容微甜 姐姐再见 看看 多好一孩子 怎么被薅进来当NPC了呢 我一路上到八楼 期间还热心帮助了 被人骨头卡嗓子眼的三头地狱犬 以及用斧子披人 导致闪着腰的鬼脸面具老头 本局捉迷藏结束 下局时间随机 敬请期待 幸存玩家27人 机械阴落 我来到八楼 推开门 是一间哥特风格的华丽卧室 里面没人 我直接坐上床休息 顺便给陪彻来个瓮中捉鳖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卧室门终于再次打开 只是开门幅度很小 我垂眸看去 只见一只小蝙蝠用翅膀顶开门 一双大眼睛溜圆 探着脖子四处查看 下一秒猝不及防对上我的视线 小蝙蝠 他缩着脖子就要跑 站住 我表情严肃 滚进来 小蝙蝠委屈的小表情 像犯错的小狗 他迈着小短腿 哼哧哼哧往床尾走 然后用小爪子勾着床单 手脚并用爬上床 四仰八叉摊在床尾 只是还是不敢和我对视 我双手环抱 开始问他 你是陪彻 小蝙蝠下意识点头 随后反应过来 疯狂摇头 我深吸一口气 默念 孩子他爹不能揍 对胎叫不好 随后换了种说法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来这儿不和我说 但是 你一直不和我相认 是不是因为规则不允许 即使是最强的boss 也要听系统的 这是游戏世界的运行准则 小蝙蝠这回疯狂点头 眼巴巴地看着我 露着小尖牙的嘴扁了扁 要哭哭哭地死样 只有陪彻做得出来 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在外清风朗月 文雅潇洒的堂堂大学教授 怎么一回家就喜欢搂着我撒娇 要是我不认真听他上课时候的趣事 他就会露出刚才这副表情 眼眶微红 莫不作声掉眼泪 看上去整个人都碎了 我没办法 只能哄 哄得哄着 这给独自就把我带床上去了 现在肚里的宰子就是这么来的 想到这儿 我心底的怨气稍微散了些 毕竟人也找到了 我确实该休息休息了 于是开始指挥小蝙蝠干活 这床太硬 把家里的席梦丝换来 好无聊 想屠杀一把 你把家里电脑拿过来 哦 还有电视机 正好重刷个甄嬛传 哎 也不知道我闺蜜现在在干嘛 好久没见 等等 你别真把我闺蜜接过来啊 带娃高强度厮杀三个月 我确实有些吃不消 正好这把能靠个金大腿 浑水摸鱼 蒙混过关 却没想到 气得屏幕前被我欺负过的一种 NPC鬼哭狼嚎 抓狂跳脚 啊 本来众筹就想让最强boss公爵大人 收拾这个臭女人的 他俩怎么会是一对啊 气死我了 我要报警抓他俩 让他们做一万年牢 臭情侣秀恩爱 我美滋滋地开启 约后期幸福生活 第二天睡到自然醒 哼着小拳 去灌洗市场玩厕所出来 却遇到了昨天的女大学生 她身上脸上都有心伤 见我出现 灰暗的双眼迸发出神采 试探性问我 姐姐你可以和我们组队吗 看着她脖子上戴的铁环 我冷下视线 这是飞红组织惯用的手段 专门给不听话的成员戴上 一旦违背命令 那个铁环就会立马切断 佩戴着的脖子 我不惹事 是去来找我 这是用人命逼我加入 按照飞红组织的贪婪嘴脸 他们这回使用强硬手段 逼我同意 应该是想要一个 相当珍贵的东西 会是什么呢 我垂下眼眸 正好对上穿衣镜里的自己 以及高高隆起的肚皮 还有逐渐隆起的胸部我 下一秒 蝙蝠版陪彻 顺眼惺忪地冒出来 嘴角还有可疑的口水印 看着他这副疲惫的模样 我就有些恼火 昨晚本应是 小别圣新婚的 著名有色场面 可狗笔系统不做人 硬生生开了四局游戏 多美好的夜晚 陪彻只能一个鬼 默默地满城堡溜达 顺便随机打个小倒霉蛋 完成游戏指标 他就这样 一直溜达到早晨六点 才有空赶紧回来补觉 顺便干点小夫妻该干的事 想到某些违禁词 我小脸一黄 怜惜地看着 仿佛被榨干的小蝙蝠 可怜我那身骄体弱的老公 到最后都累得 维持不了人形了 哇 女大学生看着 趴在我肩膀上的小蝙蝠 眼睛都直了 嘴里磕磕巴巴 后吐出一句 姐姐 这是新品种的耗子吗 怎么还带翅膀啊 我眨眨眼 对上他格外清澈 好奇的眼神 终究是把话咽了回去 有些人 被骗来这个副本 是有原因的 可能是古堡里有合飞水吧 大老鼠也变异了 说着我伸出两根手指 将便衣大老鼠板 陪车拎起来 在他蒙圈的眼神里 一把把他扔回房 我朝女大学生笑笑 忘了问 你叫什么名字 沈妍 换回宽松的作战服 将菜刀重新别回后腰 我跟着沈妍 来到飞红工会所在的三楼 他们提前用S级武器 清空了附近的怪物 还给美人配备了一个 隐藏位置的道具 只要能熬过这三天 他们就能顺利通关 据我所知 昨晚最后一轮的 幸存玩家人数 只剩下了十人 而眼前的房间里 或站或坐了八个 见我到 沈妍的男友笑着站起身 朝我伸手 欢迎加入飞红 我没动 只是看向他身后 一直沉默的刀疤脸男人 他是飞红的副会长 我看向他 语气平静 只要熬过这三天 你们就赢了 不需要我加入 哼 实至于你 不要故意装傻 刀疤脸冷笑着站起身 他眼神英质 语气很利 这是5S级副本 你不会真以为 系统会让我们像弱智一样 一直玩什么捉迷藏吧 我挑起眉毛 十分诧异 你们不是吗 全场安静 刀疤脸被我噎住 脸色红紫 好半天才缓过神来 这个副本的通关率 只有1% 捉迷藏是死局 等到最后一轮游戏结束 所有人就会被 永远困在古堡里 成为外面那些瘦高的怪物 只有找到传说中 隐藏的副本 才能通关 而你能自己一个人 在公爵柱的楼层活下来 我们需要你的实力 我抬手打量着 已经斑驳脱落的美甲 语气冷淡 陈善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在你脸上 刘八时说的话 被当着自己手下的面 揭开丑闻 陈善的脸色很差 再敢拿我当耳 我的刀就会出现在你脖子上 我直视着他 舒尔抬手 一刀劈向身侧的沈颜 啪 他脖梗间的铁环硬声落地 而他耳侧的发丝 都没断一根 我转身看着被吓到 贪软倒地的沈颜 云淡风轻倒 又踹了那铁环一脚 伸手牵住我 我跟你走 姐姐身后传来 陈善阴狠的威胁 沈颜 你别忘了昨晚的事 我们可全都录下来了 沈颜才二十岁 遇见渣男并不是他的错 我让他留在门外 轻声道 等我一下 随后在陈善等人惊恶的目光中 缓缓叫门在面前关上 随后笑着回身 拎着菜刀朝他们走过去 什么视频啊 我也想看看 不是 等 等等 你别过来 三分钟后 我打开门 身后以陈善为首 全都鼻青脸肿昏迷着 我用菜刀 把三个硬盘堕烂 随手扔出窗外 沈颜像看偶像一样看着我 双眼放光 姐姐 你好厉害呀 你在现实世界里是什么工作呀 比人不才 小小武术指导 哇 武术是家吗 不是 俺妈是杀猪类 哦 那也算武术传承了 我还没问你 你是怎么想到去八楼找我的 我看见了你 当时敲门问小白姐姐啦 就给了他一根碎钻头绳 当问路费你收纳大腿肉了吗 收了 喂给了五楼的小狗 还顺便给腰扭了的老爷爷 做了套推拿 嘿嘿 我学中医的 牛逼 带着沈颜回八楼以后 陪车又不见了 沈颜接受度相当高 像进自己家似的 直接拖鞋盘腿 开始打游戏 边打边炫可乐 我却拧眉看向窗外 血色迷雾里 还能隐约看见那些瘦高怪物的身影 他们一会儿成一字形排列 一会儿成大字形 等等 好像哪里不对劲 我看着站在窗外大草坪上 手脚相连 比了一个超级大立体 爱心形状的怪物们 以及他们身边朝我飞吻的陪车 沉默了 这臭东西 啥时候学会的土味表白 我垂眸看着 乐得像那大傻子的陪车 心彻底融化 我妈前些年去世后 我唯一的牵绊就是陪车了 如今和她一起生活在这里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还是要找个办法 把沈颜送回现实世界里去 然而 就在这时 系统却突然诈尸 检测到玩家陈善 使用3S级道具人鱼的眼泪 人鱼的眼泪 唤起了公爵 内心深处的恨意 隐藏副本 公爵的复仇 即将开启 倒计时 5 4 3 2 1 姐姐 耳畔是沈颜的惊恐尖叫声 我愕然看着 突然窜起熊熊火焰的墙壁 短短一分钟内 大火将原本华丽的城堡 烧成了焦黑的空壳 沈颜双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大眼睛里满是慌乱 我从灰烬中挑挑剪剪出 仍旧光洁如新的菜刀 递给她一根防防棍 说 用来防忍 沈颜用力点头 这时 门外响起细细酥酥的动静 我双眼如橘 将手中菜刀扬起 姐姐 一道细声细气的女声响起 残破木门 被一只戴着粉色猫猫头手套的手推开 露出长发 被烧成爆炸头 满脸黑灰的白裙女鬼 她眼泪汪汪 手脚并用 爬过来抱住我 抽抽叶叶 火烫 姐姐 公爵大人发疯了 她打人好痛 说着 她朝身后招手 拄着断刀的瘸腿老汉 捂着腰出现 身边还跟着夹着尾巴 丧眉大眼的三头拳 他们俩看见我跟看见救命恩人一样 大妹子 你男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连我们这帮NPC都揍呢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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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 可能认不出我了 毕竟在游戏里 还有道具的效果加成 强行让陪彻 进入暴走状态 无差别攻击 难度暴增 现在这个时候 不能和陪彻强行兑现 我怕没轻没重的 给她打疼了 到时候又有的哭诉 我不爱她 丁 欢迎玩家来到隐藏副本 公爵的复仇 本次游戏任务 请搜集破败古堡内 有关公爵恨意的线索 并用最珍贵的东西 和公爵交换 被感动的公爵大人 才会亲手捏碎自己的心脏 送玩家通关哦 倒计时两小时 开始 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 开始扫楼 白群女鬼平时最喜欢 半夜攀在天花板上 阴暗爬行 所以她知道 很多其他鬼的小秘密 灌喜事里 我们三人一狗 认真听着小白白手指 讲八卦 一楼的无头阿姨 暗恋三楼的缝和怪人叔叔 托我送过一碗 她亲手炖的蜜汁烤人手 当天晚上 她俩就去花园里 约会晒月光了 五楼的护士姐姐 身材可好了 好多怪物都喜欢找她去看病 我楼下的触手怪 还偷偷跟我说 觉得她脸上长的 那十只眼睛特别性感 鬼脸老头不耐烦打断她 臭丫头 让你讲公爵的秘密 你扯这么多 不相干的事情干嘛 小白气鼓鼓地戳穿她 上个月 你去找护士姐姐 看了29次病 鬼脸老汉噎住 这鬼也会身体不舒服啊 我震惊 上个月一共才29天 鬼脸老汉皱巴巴的老脸一红 尴尬白手 赶紧转移话题 沈妍不知道从哪掏出了一把瓜子 还分给了其他人一些 她吐掉嘴里的瓜子皮 问我 姐 你和咱姐夫 怎么搞上对象啊 一向巧言善变的我 却微微卡壳 回想和陪彻的出狱 三年前 那天剧组杀青宴结束 我喝得迷迷邓邓 去错了酒店房间 遇到了刚洗完澡 围着浴巾的陪彻 她那八块腹肌 当场化身招魂番 许下承诺 放心 我会负责的 从回忆里抽身 我对上三人一狗殷切的目光 短着不能教坏小朋友的想法 我面不改色撒谎 朋友介绍的 看对眼就在一起了 谈恋爱吗 还是要看南方人品 看她的朋友靠不靠谱 哦 沈妍若有所思的点头 小白却在一旁欲言又止 可是姐姐 我好像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就在公爵大人的收藏室里 被人精心保养的 铝制小饭盒里 躺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和一叠大白兔糖纸 照片上 我穿着王子的演出服 脸上顶着两坨腮红 眉心还拿口红点了红点 我拿着王子的道具件 略带局促地看着镜头 身边是一名 穿着白雪公主裙的小女孩 和眉眼英气的我相比 那个小女孩 长得像洋娃娃 大眼睛长睫毛 即使妆造和我一样拉 却不影响美貌 她靠着镜头 笑得羞涩 右手去牵着我 她好像是我小学时候的好朋友 可我一时间想不起来她是谁 翻到照片背面 一道娟秀的笔记 芝芝和她的好朋友裴撤 合影于2003年6月1日 幸福湾小学 我心头一跳 目光狐疑地看向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声音干涩 裴撤变过性 姐 你想什么呢 沈颜哭笑不得 她举起一旁发现的报纸 指着上面的头版疑惑道 你不记得幸福湾曾经发生的社会新闻了吗 当时轰动了全国 我皱眉望去 新闻标题写着 苏氏幸福湾小区凶杀案 三名人贩子当场死亡 被拐卖学生一死一伤 似是被人在太阳学扎了一阵 我被脑内突然涌出的破碎记忆 冲击得有些站不住 我捂着心口 被小白扶着坐下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姐姐 小白轻轻顺着我的脊背 黑眼珠一措不措地盯着我 十分担忧 我想说我没事 开口却是一声乌业 我说 我想起来了隐形霸凌盛行的校园里 我和裴撤是所有人排挤的异类 我脾气不好 骂人很凶 还成绩差 身上还总是有难闻的血腥味和猪屎味 他孤僻不合群 身上的校服总是小一号 露出来的胳膊上全是刀疤和烫伤 脚上穿的鞋也是 捡在垃圾桶里别人不要的烂鞋子 我们俩没朋友 我们是对方最好的朋友 他成绩好给我补习 我就帮他打跑那些欺负他的坏男生 其实他比我更惨 因为我还有个会杀猪的妈妈 可他只有他自己 和一个成天酗酒打人的烂蝶 初二下学期 裴车突然和我道别 说他那个烂爹要带他去国外打工 以后不回来 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 我不信 因为当时发生了好几起拐卖小孩的事情 我想裴车长得好看 他那个烂爹肯定是想把他卖了 所以我就去他家想把他救出来 以后就在我家住着 反正只要世界上还有猪猪在 我妈就不会失业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些人贩子盯上的一直是我 他们给了裴车爸爸一笔钱 让裴车把我约出来 那笔钱很丰厚 因为我的心脏和首富女儿的匹配上了 被打得几乎丢了半条命 那三个人渣用狗链把他锁在厕所里 我趁着人贩子们出门的功夫 翻窗进去就裴车 却没想到被他爸抓住 他爸不光酗酒还嗑药 药性发作的畜生 什么都干得出来 在裴车面前 我被他爸用手术刀割了喉 他想独吞那笔酬金 于是自己买了手术器材 就在他马上要划开我胸腔的时候 裴车用菜刀砍死了他 整整35刀 最后菜刀都卷刃了 那晚的月色很好 裴车搂着我的尸体 哭得肝肠寸断 后来 那两名人贩子被裴车 以他爸的名义骗了回来 死的时候 肠子留了一地 做完这一切 裴车写了封信寄给警局自首 然后 来了游戏世界 我大脑一片空白 脸颊上滑落的泪无声 而汹涌 身旁的鬼脸大爷长叹一声 我好像记得 当时有个人类来的小鬼 不要命的通关副本 说是要复活谁 后来听说他又把自己卖给了系统 说是因为当大学教授赚的钱不够买房的 这次游戏忘记 Boss们加班很严重 系统把他招回来 额外付了十倍报酬 后来 他干掉了这个古堡出爆前的Boss食人魔 用他的骨头和矿石心脏 打了把菜刀 说要送给自己的新婚妻子当礼物 小白这时才恍然大悟 难怪我看见这段时间 经常看见公爵大人 半夜学习育儿知识 他还特意问了好多当过妈妈的NPC 怎么很好地照顾产妇 我哭得心脏发麻 手脚发颤 难怪那天我一觉睡醒 发现家里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 陪彻临时出差 收拾行李弄乱了 就在我报警寻人无果后 收到了一把菜刀 还附带一张便签 上面用红色颜料 歪歪扭扭扭写着一句话 陪彻在我们这儿 落款地址 诡异市游戏宣发中心 444号办公室 我从口袋里 掏出那张皱皱巴巴的牛皮纸 问 怎么投诉他们 字也太丑了 谁懂我一个孕妇 看见这张纸 还以为自己老公被绑架 吓得孩子都要出来了 丁 恭喜玩家时之余 有关公爵仇恨线索 探索直达百分百 现请前往一楼大厅 寻找公爵换取奖励 我们来到一楼 发现陈善等人也在 只是他们手上拿着的 是一颗枯萎干瘪的人头 公爵端着红酒杯 端坐在王座上 周身散发着凌冽的寒意 他俊美的脸颊上 布满黑色青金 眼底的狠力 在触及到那颗人头时 达到顶峰 偏生陈善 还以为自己 找到了通关密码 兴奋地大声道 这是你最恨的父亲的人头 我最珍贵的东西 是这个优盘 里面可有不少好宝贝 他说完黑黑一笑 笑声猥琐又下流 他朝陪彻几眉弄眼 我知道你和那个石之羽 是什么关系 我还以为他多厉害呢 结果是个陪Boss睡觉的 早知道你喜欢这个 我就多带几个女 骨节修长的手指 冻穿他的胸膛 陪彻面如寒霜地 捏碎他的心脏 冷声道 敢侮辱我老婆 那就去死吧 飞红的其他社员都吓傻了 这些年 他们跟着陈善 或多或少都糟蹋过不少女生 陪彻霜眼气得通红 干脆把他们都杀了 我本来想制止他 毕竟用法律制裁 会比直接杀了他们更住心 沈妍却拉住我 他气不成声道 他们家里都有钱 来游戏世界 就是为了更好的折磨女生 我才知道 沈妍是自愿被骗进来的 他的亲姐姐 就是被这帮人渣给毁了 那帮人渣说 手里有沈妍亲姐姐受辱的视频 要是敢起诉 就让这些视频传到网上 都过去了 我轻轻抱住沈妍 轻声安慰她 不远处地陪彻吃醋地走过来 嗓音低沉道 老婆 人是我杀掉的意思是 怎么还不夸我 我腾出一只手 摸摸她的头顶 柔声夸奖 乖乖 做得很棒 陪彻肉眼可见地高兴起来 游戏时间进入最后五分钟倒计时 请玩家尽快完成任务 否则将被击杀 系统冰冷的声音响起 真烦 催催催 想和我老婆独处一下 也不让陪彻暴躁地碎碎念 我好笑地看着她 随后皱眉看着她 轻车熟路地伸手 往自己胸口一套 她弯起嘴角 露出脸颊上浅浅的酒窝 语气温柔 老婆 等我回家 一片白光闪过 我和沈妍回到了游戏大厅里 这是我经历过的 最轻松的副本 我却有些笑不出来 因为 我羊水破了 啊 身边的沈妍发出了尖锐报名声 十六 我被陪彻走关系 送进了诡异专属医院 住在VIP病房里 住我病房隔壁的是长蛇妹 听说她看见我后 尖叫晕倒了好几回 在剧烈的阵痛面前 我再也维持不了形象 只恨不得把陪彻直接给绝育了 我揪着陪彻的耳朵进了产房 痛得把他骂的狗血淋头 陪彻是诡异世界里人气最高 实力最强劲的BOSS 诡异医生们吓得腿都软了 生怕我不高兴连他们一起骂 病房外 小白 三头犬 诡异老头 沈妍都在病房外 给我加油打气 沈妍暴哭 我侄子了 听说当时诡异八卦周刊都来了 在病房外随机采访NPC 大家纷纷表示 以后严禁这个女人 再参加任何副本 她打鬼太疼了 三小时后 我和陪彻的儿子出生了 陪彻满头都是汗 她戳戳耶耶地轻轻抱住我 不住地亲吻我的额头 嗓音沙哑 老 老婆 呜呜呜 辛苦你的宝贝 我笑着问她 打算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她看向窗外磅礴 升起的三轮太阳 轻声又郑重道 陪云起 愿助君如此山水 滔滔急急风云起 全文完